刚才同事都跟大家讲了新闻媒体的评价 我就不重复,其实都有很多资料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过去如果大家都有看文言那麽多年的研究 就看到新闻媒体和市民之间的那种互动关係 市民都评价它, 为何这麽重要要看这样的研究呢? 我就想跟古之新跟大家分享 香港这个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 记不记得,可能大家都不记得, 但这个都很值得留意,32年前1989年 除了轰动世界六四事件,香港有一件事很轰动 就叫夏里士案,从夏里士案看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 在这件事,32年前香港发生的事 就给到我们很大的参考,这篇文我写的 在那时是1990年5月号的明报月刊 夏里士是一个英国籍的,当时是殖民地现代的高级 律政署高级的一个检察官 但他有不良的一些嗜好,就搞一些未成年的少女 后来就被这个南华早报揭发了 当时港英政府都想隐住他,因为家手不出外传 他真的是一个律政署的高官 但当时香港的媒体,新闻媒体就不断去跟进这件事 最后夏里士是要归案,最后是判了刑 这个就大发人心,从这个32年前的事件 你就看到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就在这 所以为何要做这些调查 而去到今天我们的新闻媒体有一个什麽状态呢 这个容许我讲少少理念的事 早在六十几年前一个六三年 一个六三年有一班国际知名的新闻学者 他们就总结了发觉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有四种形态 一种是苏俄式的那种新闻的形态 这个我们国家也是跟当时的苏联后来 今天俄国就不同了有少少那种形态 香港又是什麽新闻的形态呢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就跟回英国那种新闻的形态是怎样的呢 那种就叫做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是一个社会责任的新闻形态 另外一种西方就是美国接近那种自由的新闻的形态 另外一个更极端就是authoritarian专制的新闻形态 就那些南美那些以前那些非洲某些地方的政权的一种情况 就是四大新闻形态 但其中我刚才讲了两个 我们祖国用的就是苏俄那种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新闻形态 但香港就是社会责任这种 有什麽问题呢 引起了什麽呢 就是说原来由一开始 中港之间整个新闻的所谓叫做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不同 是引至我们今天有很多矛盾有很多我们需要怎样去注意 我们今天有很多问题 其实就是因为这种这样的后面的价值观 以及它对新闻媒体的社会定位而引致 在我们国内那种体制 新闻媒体基本上是中央权力的一部份 新闻它的运作基本上是要复应于政府政策 在政权之下它是做宣传的 所以你看到中央宣传部 它都制造很多电视节目的 有些纪录片有些什麽时事 山川河流那些 最后其实它是宣传部制造的 但香港是没有这种制作的 香港所做的是怎样呢 我们如果官方的其实是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in a way接近英国BBC 香港社会责任制的新闻形态之后 英国BBC是政府付钱 但政府并不干扰 是找一班人独立去监察它 但因为它有社会责任它不是乱来的 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对媒体的一些法律上的督促的 香港是一样的 香港电台它是一个政府电台 它更加它大部份的职员 其实它是公务员 但它也有BBC的影子 它不是受政府所直接控制的 所以它甚至有容许它 有空间批评政府一些不时之处 政府也要回应 所以曾经试过 以前的港英政府年代 都有一些高官很不识味道 你用政府的资源 但你们又经常来挑剔政府 但它都要忍受这件事 因为这就是当时的形态 但今天怎样呢 你就看到近几年开始 慢慢的转变就是香港要复应于一个大国一国体制之下 一国两制 虽然是一国两制 但现在它都讲得很清楚 即是要一国行先 大家就看到了 好像去年国安法之后 连电影 电影都是一个媒体 电检法都有一个国安成份 大家看到新闻上也报道过 电影制作者本身都不知所措 怎样应对 也看到这几年 其实香港你看到各种媒体 政府的媒体香港电台 它都有很大的转变 它就已经角色慢慢转移到 如果以前香港政府 它有些什麽自己要做的 专存性的一些信息 它不是由香港电台主力做的 是由政府新闻处去做 政府新闻处就接近我们国内的中宣部 它就宣传 香港电台但是现在去到现在 大家看到就会接近一些 一个中央的一个声音的东西 事实上看到有几个 比较受欢迎的节目都改变了 譬如说《鏗窗集》 它的制作人员都改了 这个头条新闻就成就没有了 再下去你就看到在报纸媒体又怎样呢 报纸媒体我们计算事实了 样事实说话是吧 我们看到香港过去一段长时间 最受欢迎的最多人看的报纸 就是《网纸》 《网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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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们也无法办下去了 去到今天你就看到 那他们的独製群去了哪里呢 是不是没有了苹果之后 现在的报纸是多了人看呢 还是少了人看呢 公信力是强了还是弱了呢 调查就给了一些资料给我们参考 你就看其他电子媒体又怎样呢 譬如现在大台的公信力又怎样呢 那些新闻特别是新闻节目 有多少人会觉得那些仍有个税 有个公信力那里呢 也是一个转变 甚至最近一个商业 很商业的商业电台 他最王牌的节目 《网纸》《网纸》 相计他两个资深的主持人 一位直接宣布不做了 另一个放大家 出了外国不知道他回不回来 但是很立冠见影 就是说这些最受欢迎的节目 当他这样有改变 其实他是跌了 整个台的市场地位都是跌了下来 看到全香港去到今天 我们所有媒体在这个意识形态 就是说由两个很不一样的 新闻形态的概念之下的转变 香港这个体制有改变之下 事实上造成了很大压力 什么压力呢 媒体经营者有压力 媒体老板有压力 刚刚有一个电视台说要停了 股市都停了 可能要换老板 经营都困难 第二媒体工作者困难 以前在一个社会责任的那种形态之下 你总之他有很清晰的你要做些什么 有些什么不妥 他最多是指责力下你 批平都不用拉到坐监那麽大事 现在是不同了 所以媒体工作者都很大压力 好自大企 新闻从来以前 许刊会听到记者要去到面对法律制裁 但现在又不同了 甚至电影最近有个事件 先浪潮年轻制作者 那部电影叫做专屋 先浪潮是政府给钱的 是这个危法局支持年轻电影制作者 给钱拍短片 专屋这部短片 都不受到政府都有意见 都不能够供应 很多东西的转变 我们讲的媒介在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 何时来的70年内 我们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而这个能够成为一个 这麽成功的国际金融城市 后面是我们有强的远实力 这些远实力是怎样表达 表现就是透过媒体 这些叫做创意工业 新闻电影电视制作 但去到今日如果这种环境 有突然间的转变 其实对香港的经济打击都很大 跟着你现在看到 香港还有什麽制作的电影 电视剧还有没有可以去到全世界呢 有很多忧虑 第三要适应的 我讲了那些媒体老板 媒体工作者 第三就是那些市民大众 观众 现在很多人说我都不看报纸 没东西好看 电视我又不看了 看得新闻我都烦了 因为那些声音全部是官方声音为主 而官员自己都不要过 因为新形态之下他们都要适应 他们要适应 有时他们未必 现在就多了他要注意很多 和国内的一个情况 他要有一个协调 有时他们是没那麽掌握 好似最近我们都看到 我们保安司说了一句说话 如果你不是有不良的企图 为什麽你要庆祝双十 引致很多争论 这就反映到官员本身 对很多资料上都有他认知是有问题 我这裏有个资料 这本书是十年前 之前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2011年 是辛亥革命 大家记得 这是当时宝昌起义 10月10日 就推翻清朝 当时十年前 爱国教育团体去到武汉 参加官方活动 慶祝双十事件 所以双十这个事件不是一个负面的东西 但为何我们是主责一个执法的高官员 他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这个我们都想提醒 这个真的要注意 如果你作为现在的官员 香港的官员 他们对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都不了解 其实是有问题的 因为1911年 新军起义 推翻了清朝 然后孙中山就临时大总统 10年之后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那个历史是这样走下来的 所以双十这件事不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 这是一个例子 但为何官员有时会这样呢 大家都会留意 很多市民都会反应 为何好像现在的官员说话 好像很不知他说些什麽 好像没有什麽根据他够胆说 这个注意其实可能有一个情况是怎样 因为现在是少了媒体的 那种比较批判性的媒体少了 他会觉得全部都是一个 主要来说都是接近政府的立场的 都没有什麽人会够胆来批评我的 他会不会疏忽了呢 这样不是好事来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社会的有效运作 我们讲新闻媒体的功能是什麽 他其实是一个叫做看门狗 watchdog 是不是 观察社会 他也是一个识方者 将所有社会的讯息他要搜集 然后透过编辑记者 将这些社会的讯息怎样铺陈出来 有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立场都好 将这些铺陈了 这个就是一个market place of opinion 是吧 就是一个这样的市场 就是一个资讯意见的市场 就是透过新闻媒体呈现了 给全香港的市民 他们大家就会看 有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去讨论 这个就是什麽 就是一个social integration 就是一个社会 很紧要一个社会怎样去融合 怎样大家去偷通 就是透过新闻媒体 索陈述这些资料 有不同意见不紧要 你争论你讨论之后 最后就达至有一个大概的共识 最后社会得到一个融合 得到一个所谓和谐 而和谐之下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稳定的社会 这个就是香港赖以成功 过去能够由七十年代 开始我们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东方之珠 所以这个是离枝不业 他的所谓金融中心后面 亦都有一个新闻媒体 在这个资讯上的一个这样的状态 有这样的功能 但是值得关注 刚才我都分析了 如果今天是这种社会责任理论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ory 这种新闻媒体的形态再不复存在 是用一个社会主义的精神 去经营一个新闻媒体 我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政治评论 我是作为一个新闻学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这个资料 让大家去思考 怎样香港如果我们继续让它繁荣发展 让大家都能够和谐社会的安稳的 新闻媒体它应该给一个什麽空间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但亦都是这个所谓为政者 他们的责任 我就很简单地去用这个角度 用一个理论的角度 看回一个现实香港过去这几十年的一个情况 就是一个新闻媒体 一个什麽社会角色 我说的东西未必是对的 这个就是抛穿引玉 多谢各位 好 多谢郑博士 或者我趁这个时候都问一问 请解一下郑博士 因为刚才都说到有不同的角度 就是媒体老板 工作者和大众的角度 我们做文研究 我拿这幅图来例 就是市民的主要新闻来源 刚才我在展示数字的时候 都有提到 在今次的调查 其实很多个不同的新闻来源 他们的比率 都是有所下跌 就是对比大概半年之前 都是下跌了 包括最初的两位 互联网 以及电视 作为主要新闻来源的比率 都是有下跌 那你怎样看这个现象呢 因为我尝试这样理解 就是可能某一次半次 就是可能某一个媒体少了人看 可能是抽样 可能是各种原因 但是总会可能同样时间 另一个媒体会多了人看 但是今次最新的调查 就是这么多媒体 都是下跌的 你提到好这件事 其实从社会心理学 你有看到 有些人 你的社会 越多争议 越多空间 是容许有争议性的存在 那些人是越关注 那些新闻的人 越是没什么空间的 大家又怎样 根本都不理 没什么兴趣 可以说是理 各方面都会跌 但是跌之中 你看到 我刚才说了 一个传统的主流媒体 其实现在很清楚 全部主流媒体 根本在跌的情况 那个收视率 收听率全部跌 但是露出了 就是online 所有人都涌上online 现在 包括什么 刚才提到的节目 香港电台最受欢迎的 其中一个节目 头条新闻 他那两个主持人 一个去了台湾 一个去了英国 但是他这两个人 你天天都看到他 因为他两个都是在online 他就成为了KOL 意见领袖 他就分别自己 开了自己的网上渠道 就发声 他以前看开他的听众 观众 现在就转上 就不是传统的电台电视看 就用网上来看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现状很可爱 Everybody goes online Go online就看 不管是那些制作人员 譬如说苹果日报 成一千几百人 那没得了 不要讲其他什么政治那些 其实基本上 新闻工作 是讲一种社会的角色 和新闻工作者 他们是生活 他继续生存的 他的知识 他的经验就是做新闻 他唯有又要online 你没有了一个实体的媒体 所以现在看到很多网上的媒体 这些很零碎 就怎样 这些是小众 就不是mass media 这些是小众的媒体 但小众的媒体 你看他说 Hitray可能很厉害 几十万 他跨了地区 跨了时间 随时随地 你在五大洲 都可以随时看到 不同时间都看到 这是新的形态 这是新的新闻形态 就是说香港 如果随时讲 很多我们所 well known的很知名的 那些传播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 传媒现在走上去网上 是很兴盛的 是吧 甚至怎样 还有一种变化 以前不是从事 新闻工作的那些媒体人 现在都是在做一些 资讯性节目 其中有个歌姓 姓郑的 他去了加拿大 他整了个香港台 在网上 他有很多人去听 即是说 我刚才讲的时候 现实好像传统那些 好像很差 好像都不堪了 有些衰落 但是又激发了一些新的 这个就是从我们 从一个新闻学的角度去看 他又春风吹又生 因为打孔林水的大树 他又变了那些种子又发芽了 这个新形体在未来几年 都有一个几有趣的现象 观察到底这些网上的媒体 他们又可以怎样去发挥呢 就算在国内你都看到 其实以前那一套 比较中央管控式的一种媒体运作 今天是否仍是那麽有效呢 跟以前那麽有效呢 可能又不是一样 为什麽现在是经过IT 这些资讯科技 你没有讲到翻墙那麽复杂的东西 其实英国很多方法是这麽不绝的 他又出来了 所以这个都是值得 我们所谓的违政者 他要想一下 再用以前那种方法去管理一些媒体 新闻媒体大众媒体 是否仍是有效呢 还是有一个新一点的思维呢 用新思维去处理一个新的形态呢 这个如果你的思维不能到更新 改进可能你落去于形势 那社会的矛盾会越来越严重 对整个社会发展又不是好事 就会来的了 刚才我和郑博士在之前交谈 也不断不承认我和郑博士 和兄弟都和义良多 有两点我觉得很深刻的 听完之后第一句就告诉我 在现在这个媒体传媒环境下 你主流媒体全部无了 全部变成官方声音 造成第一个结果就是说 如果媒体是一个所谓 market place of public opinion 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都不关注 而且只有一种声音的话 大家就不去理 大家不去跟这些主流媒体 配合一些 information 或者奥意见 媒介就无了刚才郑博士所说的 那种所谓促进社会integration的效果 因为我以前透过看共同的报纸 知道有什么争论 然后我们大家都发声 然后社会在互动过程里面 配合了一个较为清晰的 一个consensus 可能不是一个个人都容易的consensus 但是较为主流的consensus 我们要配合到 这个反而有助于社会 在抉择上公共管理上 达了一个架佳效果 那现在的形态 当大家连自由风又不听 七民天地又不听 事实上你没有了苹果之后 其他报纸的销量不见得会上升 那整个社会的媒体 就没有了这个凝聚社会的作用 或者说所谓 那个所谓老了market place 那整个社会是一个很 就是atomized 一个很细胞式的社会 那其实这种社会 可能是更加难去有效管理和领导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个刚才和郑国思经的第一个得着 但又怎样去讲到 其实郑国思经比较客气 当官员都要适应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讲话不需要担心说错 因为说错没人试他 那些官员讲话呢 就会隔离轻率了 轻率这个字都很客气了 我都已经 即是可以说 你到时庆祝双十 就是支持这个怀毒 这些说话很轻率 或者说刚才 就是举了一本书 也许可以说这个官员很无知 但无知都是他敢说的 那你对这个政府的民望 对这个官员的公信力 有什么好处呢 一些好处都没有 甚至可能相反 这个就是另一点 我觉得很值得提出来的 我们无意批评哪个官员 今次不是讲官员民望 但是整体来讲 当我们现在见到很多官员 都可以肆无忌惮 大放缺持的时候 这个我们都怀疑 是跟当在媒体的辩论过程里面 完全无了制衡下 那些官员确实是自己都会轻飘飘的 张国舍 容许我讲一个小故事和大家分享 好 历史故事 百多年前 在俄国年代 你知道后面有革命 1917年他革命了 在革命年代 俄国的沙皇就猛成成 他天天看报纸 天天都说他好事做得好 他知不知自己很开心 那些革命中人有些有些知识 觉得那不行的 是不是那个沙皇 根本都不知道 其实社会发生什么事 有些人就自己整份报纸 就偷偷地找一些地下工作者 就怎样怼上皇宫里面 怼下去皇帝的桌 等他早上一醒 看看大佬 社会真相是这样的 不是你官方刊物所讲的东西 这是一个历史小故事 但今天我们香港也面对一个新时代 我希望我们不是一种对抗式去回应社会上一些矛盾 我们希望用一个事理 Let the fact speak for itself 我们用事实去说明一些东西 等于我刚才说一本书 那本书其实是外国阵营出的 这是一个事实 所以说不要害羞 高官也好不要害羞 有错你就承认 市民会觉得你是有用力 不会去笑你 现在最怕官员各个很害羞 不想坏 你越不想坏就越坏 这个世界是这么坏 希望都有一种勇气去面向整个社会 刚才我讲回我们自己本学 在新闻媒体上有没有一个新的思维 是一个理性的思维 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修养的思维 再去重索香港一条可行有效的路 明天特首又施政报告 有些什么期望呢 它里面会不会有些什么触及到媒体呢 它的态度是怎样对这个新闻媒体 如果刚才我们讲了 新闻媒体有一个很积极的社会功能 无论是管治 无论是经济发展 它都有的 但是你要善待去理解 这个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 它才能发挥到功能 如果你当它对你是威胁的时候 这个真态 最后是对社会是没有好处的 我已经没有学舍了 既然郑学舍讲了历史故事 我又讲了另一个故事 大家知道新闻革命之后 春兰山就有很短时间 例如大总统 接着把位置养给袁世凯 袁世凯后来搞红宪称帝 大家知道了 现在五年六年就称帝 为什么他会敢称帝 其实有故事在背后 袁世凯有很多子女 最大的子叫袁克定 袁克定很想袁世凯称帝 因为袁世凯称帝 她是太子 但是当时社会舆论气氛 当然都有保皇党 但是保皇党的想法就是 帮清朝皇帝复辟 不是有新皇帝 袁克定为了达到自己的 做太子的野心 其实当时袁世凯已经改了宪法 令到她的总统委 都可以千秋万代传下去了 差不多是 连国会选举都控制了 但是袁克定 就自己扮了一份报纸 因为是假的报纸 自己扮而已 没人买的 民国初期有很多报纸 其实在满清后期都有很多报纸 其实简单 文汇报已经很早了 已经 那么 她制造了假的报纸 就不断开始 发出一些声音 就说 国民都希望预复帝制 袁世凯 临时代宗 天命所归 大家都希望她称帝 跟着还威吓其他报纸 不让他们说一些相反的说话 袁世凯 她在不断被人给这些报纸看之后 她是信以为真 所以她才够胆 金慕天下的大不韦 原来是洪宪清帝 结果她做了八十一日黄计 她也是因为那段时间 在很短时间就击死了 今天我们的官员的态度 有点像当年世凯那样 听不到反对声音 以为自己做什么都可以 这个我觉得 在讲到辛亥革命 我们都很值得回忆的一段故事 我觉得到这里 多谢两位 我们现在开放现场记者提问 我们大会提供了麦克风 现场记者朋友如果需要提问的话 请向我们示意 请使用麦克风发言 在中间 谢谢 刘教授 这种情况 刚才我提到 现在都要看看政府方面 对全国的态度是什么 我看到最近 在国庆中方总会 这个记协 或者是没有受到邀请 和立场新闻 和众新闻 这些网绘都不得去采访 也看到 现在官方可能都慢慢 都不承认记协了 会不会被取提 也有所观察 所以说准备要立假新闻 23条立法 都在下一个立法会期 都希望可以 交方都可以完成 其实怎样看这些趋势 怎样看实际的态度 是这样的 你怎样看香港全部的前景 又是怎样的 我不善于评论 我只是善于去记一些 历史的资料和大家分享 记协是成立于1968年 1967年香港暴动 差不多塌了 当时据说 英国外交部和周总理有打个招呼 到底我们还转不转到香港 当时周总理的回应 就是你们放心 你们继续搞香港 搞好它 有信心 接着有五峰行 运食物上来 接着有东江之水月山来 戏都拍过 就说国内对香港有很大的支援 也当时港英政府 作为殖民地政府 当时他都反思 为何我转到香港那麽久 六七年暴动 有那麽多人出来 在社会搞那麽多事 但最后他都感觉到 他当时又是做过讨论 香港政府 他做了讨论就发觉 咦 如果香港人民是离弃港英政府 他就分分钟拜拜 但他觉得原来不是 原来香港人 都仍是很有积极性 是希望香港这个社会继续转下去 港英政府就走向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 容许一些东西出现 包括记协 168年记协成立了 跟着就是教协 是吧 所以这些都是很主要的东西 一个是负责 记协是什麽呢 是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工会 它不是联谊会 它有法律地位的工会 任何行业都要保障 以前记者真的没有保障 随时可以炒 那记协有工会为它发声 这不是一个政治团体 是什么 接着73年 就有教协 这个就是教师 校长 他们都去参加 那个还厉害 成十万人那麽多 你记得第一届的教协主席司徒华 他说华叔其实是一个当时所谓左派的分子 华叔的弟弟是新华社高层 港英政府都容许他 为什麽 因为他对自己的管治有信心 不同声音不怕 为什麽这样 香港改变 什麽改变 之前的港督最高的人 是殖民地部派过来的 手法比较空的 71年派了一个很高的高尖远竹最高的高佬 一方面叫高佬麦里豪 来香港做到最久的一个港督 做了十年几个月 71年来香港 就推行一个 他第一个是外交部派来的官员做港督 是民官来的 他的方法 他就放 一个鬼佬来到他都有胆识 他就放松了 让你们记者 骂政府 李亚成的理解 你的教书 当时你知华叔靠什麽起教 是靠和人争取待遇 和政府过不去 当时说民贫 你知现在全部中小学的老师 都同样人工 以前不是的 教小学那些民贫老师 人工低很多 当时是为民贫老师 争取合法的 好的合理的权益 条件 和政府抢钱 但是当时都容许他们存在 这个就开始了香港新的一个 我们后来所认知的 这个所谓国际城市 四小龙之首 东方之珠 就是那些 刚才提到这两个大民间机构 就是香港走进一个公民社会 叫自由社会 自由社会是怎样的 就是政府将权力下放 empowerment 是复权给民间团体 你们自己去run 总之我有法律 来监管你 大家互相尊重 于是不同行业的 这些协会组织 就出来 乙后春笋 政府做少很多事 他们去run 但他来到和政府交手 亦都无所谓 他亦都敢去回应 你想想麦里豪 他那十年做了什么 跟着七三七四年 廉署 最近有新闻 澳洲有廉政公署 人家真的在做东西 香港廉政公署这几年 有没有做到什么 这些是有目共睹 澳洲都学香港廉政公署做到东西 跟着现在经常说 香港所有矛盾都是因为住 可能明天的施行报告 都是重点讲房屋问题 当时麦里豪 除了搞好政治管理 另外就是建屋 十年建屋计划 百几万人进去供屋 这些是一个事实做到的事 而令到香港由七十年代中开始 很繁明掀醒大家很开心 跟着有地铁 跟着有八二年八三年开始 中英谈判 今天很多说我爱国家的社会 那些领导者 当日其实有很多很担心 可不可以不回归 这个是历史有多毒 都不要紧 只要你认知我和中博少一点 我们当时就比较大中华胶 我们是支持 当然是回归 这是一种情怀 没有对错 但我想说其实香港一个情况是这样的 不是我们从新闻媒体的一个处境 是看到整个香港社会是一个什么的状态 你今天让我们有这个空间 我们去将这些事实陈述出来 我不是跟你说 我不是去批评 但这些是否事实 谁可否认这些事实 现在是否讲房屋问题 七十年代已经做得很好 你现在是否过去回归之后 为何会有那麽多问题 很多东西是否中间都有疏忽 好像最近令大家很难过 亦有一个女警官被一些走私客 令到她丧命 他批评很多东西是无意思的 但我们很难过 为何我们全亚洲最强的警力 比例上我们是人口和警力的比例 我们是最高的 香港 而我们全亚洲的犯罪率是低的 这也是事实 为何我们可以七百多万人 都能够跌跌伏伏 现在李家超局长Chief Secretary 他说政府总部都搬开水马 现在很平静 你能够陆上 你能够这样 你说你可以很跌伏 为何海上你搞不定 有多复杂 我们不知 我们不是执法者 但我们从新闻一员角度 我们是有一个角色去问问题 阿sir我请教你 你回答我 为何会这样 上一转已经有几个海关又是这样送命 我们是不想见到公职人员 受到这些不必要的一些伤害 你再回来 我们不是去追究些什么 而是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改善这些什么 有些什么不足的事你去做 一定是经常讲四个字 如果我们真是说 经常讲中国的梦 习主席讲中国的梦 我是很败的 真是中国的梦 但中国的梦是什么梦 是否应该回到圣贤之梦 圣贤孔子讲得最简单 吾道一以贯之是什么 忠恕而矣 忠恕 忠于人民忠于国家 忠恕 宠恕 我有权力 但我不惩罚你 我宠恕你 这个才是最大的权力 如果你看过 Sindler's List最近又重播了 Sindler's List名单 Sindler就教德国军官 你不要常常揽杀人 我揽杀人 我有权 我喜欢杀谁就杀谁 但Sindler's List 其实你有权力你不杀他 才是最高的权力 现在这些很多事 其实我们都是不断日日 香港很明显一个开放的环境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一种 open place 一个这样的意见交流 我们大家就谈 我讲的东西你觉得不对 你批评我 没问题 但我讲的东西如果有些道理 我希望违政者都能够有瓦量 去参考这些意见 我希望他们能够做得好 香港人就活得更好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态度